10月5号往高峰 在杭州联安的一条主干道上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路口 左转车道内等红灯 可是这一停就停了半个多小时 驾驶员在车内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公共视频显示 当天往高峰时段 一辆黑色轿车开进路口 这个左转车道内等红灯 但是当信号灯变绿时 轿车依旧原地未动 后方车辆只能绕到前行 足足半个多小时后 轿车仍然停在原地 一动不动 路过驾驶员发现异常后 立即报了警 驾警到达现场后 发现驾驶员在车里睡着了 驾驶员 驾驶员 你怎么睡着了 驾驶员看了一眼驾警后 竟然又睡了过去 驾警一打开车门 便闻到了车内 弥漫着浓重的酒气 怎么回事我说你 要不要紧人 要不要紧 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我说 面对驾警询问 男子还是一副迷糊状 语无伦次 随后 驾警呼叫的120急救人员 赶到现场 经医生初步检查 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貌似饮酒过量 驾警立即对男子 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其结果为 每百毫升 一百二十四毫克 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据调查 男子姓裘 据裘某某交代 当天中午 他在饭店喝了两三杯烧酒 之后被朋友送回家休息 为了更好的入睡 裘某某还吃了六颗安眠药 下午四点半左右 裘某某自认为酒劲过了 便抱着侥幸心理 驾车上路 开到事发路段 等红灯时 在酒精和安眠药的双重影响下 裘某某没多久 便在车内昏睡过去 幸好被过路司机 及时发现并报了警 经医院鉴定 裘某某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每百毫升 一百二十九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目前 裘某某因危险驾驶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